大张庄的陈二虎特别喜欢杯中之物 每次都要喝得酩酊大醉才觉得够本 所以至今都没有成家 有关系不错的人劝他 让他借酒咱点钱将来好娶个媳妇 可这陈二虎却说 我这辈子就喜欢酒 等以后俺就娶个酒缸做媳妇 此言一出慢慢的也就没人给他说媳妇了 爱喝酒所以酒场就多 话说这一天二虎到朋友那里喝酒 喝着喝着天可就晚了 二虎手里拎着半瓶子酒 摇摇晃晃的朝自己村子方向走 来到了岔路口时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没多做思考就迈开腿直奔小路下去了 一进小路忽然感觉一阵透骨的寒气 二虎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 擦了一下鼻子继续往前走 走着走着 二虎渐渐的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虽然这条小路是土路 但是在记忆中 这条小路也是笔直向前 十分平坦呢 为啥今晚出奇的难走 一会上坡一会下坡 走了好一会 就在这时忽然看见有三个人正在点着三盏油灯聚在一块喝酒 油灯火苗散发出十分怪异的悠悠绿光 那三个人看见二虎走了过来 就说道 呵呵呵 年轻人 看你走道也拎着个酒瓶子 是不是也好这口啊 二虎走到跟前一看 好家伙 这仨人喝酒都不是瓶子 而是坛子 这时就见一个人 心打开了一个酒坛子 一股刺鼻的酒香扑鼻而来 闻着味儿 就觉得这绝对是一坛好酒 二虎当时一闻 嗯 好酒 正宗的地瓜烧 里面绝对没有兑水 二虎抬胳膊 看了看自己手里 拎在那半瓶子酒 说了一声 这是什么玩意儿 当时就扔到一边去了 然后也没客气 抱起那个酒坛子 咕咚咕咚的喝了一气 才心满意足的抹了抹嘴角 二虎这会儿才觉得 面前的三个人怪怪的 由于这小油灯也不太亮 也看不太真切 于是就问道 哎 三位老哥 你们为什么在这荒郊野地里喝酒啊 三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说 啊 不满小兄弟 我们哥仨是常年在这里堪地的 啊 我是老大 人称一斤二斤数数口 说着又指了指那哥俩 他叫三斤四斤照样走 他叫五斤六斤醉不了 喝着聊着 这时金鸡爆笑 那三个人朝着二虎拱了拱手说 小兄弟对不起了 我们得赶快走 二虎一听就笑着说 三位老哥在家一定是气管炎吧 一个人笑了笑说 什么气管炎 我们哥仨都是老光棍 还没见过老婆长什么样子呢 这时就听见二变鸡叫了 那个人又说 小兄弟 我们真该走了 二虎就问 你们几个是哪里人 现在住在哪啊 那个人直指地下说 刚才不是说了吗 咱们三个人在这看地 就住在地下 二虎一听大吃一惊 住在地下 那不是鬼吗 就在这时 面前的三个人忽然不见了 只留下孤零零三个土堆 饶是二虎胆子大 这会儿也吓得冷汗直流 于是酒意全无 撒腿就跑 本来这会儿天色似要发白 隐隐约约 也能看到自己的村子 竟然跑了很长时间 没有跑到 天光大亮之后 二虎发现 自己竟然一直围着那三个土堆在转圈 等他回到村里跟老人一说 村里人并没有什么惊讶之状 后来二虎一打听才明白 原来在解放前 村里有三个人特别爱喝酒 年纪轻轻的就死了 就葬在小鹿旁边的林子里 不过这三个人本质不坏 也没有害死过路人 这天二虎回到家 莫名其妙的就发起烧来 在家里躺了足足半个月 从此就落下一个毛病 只要看到酒 就冷汗直流 真看不出来 二虎 一个原本彻头彻尾的大酒鬼 就这样 被吓得 结了酒 清朝初年 宁远县的张家 是县上文明的富属人家 张老爷的原配夫人 去年得了怪病 一连请了好几个郎中 都瞧不出个所以人来 县里人都说 张夫人平日里心善 乐善好施 一个月都没挨过 好人不偿命啊 今年三月 张老爷便娶了位偏房 你们听说了吗 张老爷的续贤 原来只是个丫鬟 这下是飞上枝头了 真好命啊 一时之间人人都在艳羡 这位天方 向来只见心人笑 不闻旧人哭 这位天方可不好伺候 脾气大得很 动不动就打骂我们 抱怨归抱怨 因为张老爷宠爱续贤 张府上下也只有县妹 讨好新夫人 只有原配夫人生下的张少爷 便念着母亲 还沉浸在悲痛之中 清明节的时候 张少爷独自去给母亲扫墓 没成想遇见了一件怪事 他正于去坟前摆上点刮果点心 只见一条如碗口粗的蟒蛇 正盘在母亲坟上 吓得他连连后退 他正于逃走之时 却见那蟒蛇爬到坟前 朝他母亲的墓碑归了下来 见此情景 张少爷心想 这蛇对他并无恶意 似乎还与母亲有些渊源 正在他思索之时 那蟒蛇爬到了他跟前 一副温顺的样子 竟把舌头 扶在了他的脚上 随后便往山林中爬去 还回头看他 似乎在等他跟上 张少爷便跟随蟒蛇 往山林里走 不过片刻来到一处山洞前 那山洞长满了一种 一米多高的草 颜色深紫 他觉得有些眼熟 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你带我来此 不知是何目的呀 张少爷满心疑惑 雨霸 那蟒蛇突然用头 撞击一棵草下的泥土 张少爷赶忙过去查看 他拿木棍剥开泥土 便露出一个小木盒 他打开一看 才知自己母亲的死音 盒子里有一个木偶 他的胸口被一只发簪给穿透 背后贴着他母亲的生辰八字 他突然想起母亲去世前 一直在喊胸口疼 母亲坟上突现巨蛇 小伙跟着他钻进山洞 才知母亲死亡真相 他见过这钗子 这钗子是他母亲赏给继母的 想明白了这一层 再看那些草 他想起继母给他母亲熬药石 药汤便是诡异的紫色 他当时还问过 药草怎么是这个颜色 他继母答道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就是郎中开的药啊 张少爷一时悲痛欲绝 倘若自己当时再追问下去 说不定能救母亲的命 他辞别了蟒蛇 一路跌跌撞撞跑回家去 发誓要给他母亲报仇 他知此事须从长计议 熟了还未等他动手 当天晚上只听见一声凄厉的惨叫 便有下人慌忙来报 不好了 新夫人叫巨蟒给咬死了 他前去一看时 蟒蛇已不见踪影 继母的呼吸也已经停止了 张府上下一时乱作一团 他坐在屋子里闭目沉思 想整理思绪 冥想中又回起了一些往事 十年前 他和母亲一起坐轿子出游赏花 见路边有一条受伤的小蛇 眼瞧着要被秃鹰给叼走 母亲便好心搭救 让教夫拿棍子赶走了秃鹫 善恶到头终有报 原来母亲当年种下善淫 这蟒蛇是替他报仇来了 他堂堂而难 杀母之仇未能侵报 大约是这蟒蛇不想让他造些杀孽 他心中不有感念 万分 民间传言 桑树跟桑树同音 门前种桑树会给家里带来不幸 这不安平镇的财主李友福 家门前就有一棵桑树 长得枝繁叶茂 都快比他家的房屋还要高了 李友福学的这个桑树太矮实了 完全挡住了门口的阳光 弄得整个堂屋里阴暗暗的一点也不亮堂 这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 叫来仆人 你去把这个碍事的树给我砍了 仆人一听 连忙跪地道 老爷 老夫人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 让您别砍了这个桑树 小的不敢呢 有什么不敢的 我的老母亲都走了两年了 他还能从地里爬出来找你算账啊啊 给我砍了 李友福把这话说到这一份上 那仆人还是低着头 小声道 小的不敢呢 这可把他气坏了 当场踹了仆人一脚 没出息的东西 我自己来 都说门前种桑树不吉利 也不知道老祖宗是怎么想的 他拿过斧子 鼓足干劲 终于把桑树砍倒了 树倒的那一刻 整个堂屋都亮堂了起来 李友福抹了一把大汗 大笑道 这才对吗 这阳光照进来 这屋里才像回事 去把我砍倒的这个树给我烧了 晚上一家人坐在饭桌上吃饭 李友福正在跟家人吹嘘 他今天是如何大显神威 三两下就把那树砍倒的事 他儿子突然口吐白沫 昏倒在饭桌上 这可把李友福给吓得不轻 年过四十就这么一根毒苗苗 千万不能有事啊 他赶紧让人去请医术最好的陈大夫来 结果陈大夫又是把脉 又是针灸 可是这病就是断不出来 最后摇摇头 无奈道 令郎这病属于罕见 我行医数年不曾见过 还是令庆高明吧 这话把李友福下的当场就跪在地上 陈大夫都断不出来 他想不出这安平镇还有谁能救得了他儿子 看着儿子的病情越来越重 整个人脸色发白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李友福急得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最后舅子心切的他 在镇里到处贴上悬赏单 谁能看好他儿子的病 就送他黄金千两 终赏之下 来给他儿子看病的人数不胜数 可惜没有一个人看出个所以然的 到了第七天 李友福府上来了一个乞丐 一见到被他砍剩下的桑树庄就大呼 你坏了大事了 财主砍倒门前桑树 儿子突然得怪病 乞丐一看就说他坏了大事了 这话把李友福气的不轻 他黑着脸呵斥仆人 府上闯进乞丐 没人管吗 还有这个桑树庄 怎么还没有人给我挖出来啊 真当我现在没空教训你们吗 乞丐率先接过话茬 不要这么大的火气嘛 是我自己闯进来就你儿子命的 你骂人做审呢 李友福一听这话 瞬间态度大变 把乞丐已经进家里 哎呦能人您说我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乞丐顾左右而言他 你家这桑树已经长了数百年了 你老母亲临走之前告信你别砍 你为什么砍了呢 李友福就有点不耐烦 哎呀这树太碍事砍了就砍了 你快说说我儿子是怎么回事吧 乞丐笑得高深莫测 你家这祖屋建的位置可谓大庙 又是吉凶又是吉吉 大凶大吉会于一处 用同样大凶的桑树把这凶挡住 你家就是福泽延绵富贵非凡 可现在党兄的东西被你砍了 这些年你家这块地的吉运 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不出事才怪呢 李友福听得一愣一愣的 不相信自己坏了事 你一个乞丐怎么知道这么多 哎呀 人不敢冒相 海水不可抖凉 难道你不知道吗 要想救你儿子赶快搬家吧 不然你家还要出事 李友福如今无计可施 只好搬了家 谁想刚搬家 儿子就能动了 病情逐渐好转 但儿子的病虽然好转了 他的运气却越来越差 好几个生意都失败了 他赶紧带着重金去请乞丐 求个解决的法子 乞丐把钱扔在地上 你李家已经富了几辈子 这运气轮流转 自从你把那个桑树一砍 你的财运就断了 砍开点吧 说完笑呵呵的走了 老母亲临终前 让他千万别砍门前的桑树 他不听 结果招来大祸 李友福呆愣在原地 后悔没有听老母亲的话 都说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他如今算是彻底懂了 灯州的楚秀才只有二十二三岁 生的俊俏 只是家贫如喜 平时并没有什么朋友 有一年清明 他和家人一起去郊外给祖先上坟 其中有一所祖坟 并不在同一条路线上 微节省时间 家人便交代楚秀才单独去祭拜那位祖先 然后再集合到一处 楚秀才便分了些纸钱贡品 独自去了 因往年也来过 倒还是清车熟路 到了祖坟前 楚秀才斩除了杂草 叩拜起来 因贡品纸钱拿的多了 走时并没有用完 行得不远 楚秀才见大路旁有一个土堆 很像是破败的坟墓 走近看时 果见地上 有一块破碎的墓碑 依稀可见自己 也不知是哪家的祖坟 恐被忘却了好些年了 楚秀才本想一走了之 正在离去时又转念一想 这谁家的祖坟 也忒惨了些 顿时心中有些不忍 就在那破败的坟前 将剩下的纸钱贡品都祭拜了 这才回到家中 当夜 楚秀才梦到一个轻衣老者 对他施礼道 我的后背已经遗忘了我 但这不是有心的 并不能责怪他们 你能祭祀我这个孤魂野鬼 实在太令我感动了 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 如今我的玄孙是来州之府 他的女儿和你一般大小 我有心做主许配给你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楚秀才在梦中回答他说道 啊 谢谢你的美意 但是你的玄孙是知府 又如何看得上我这穷酸秀才呢 老者笑道 你并不知道 他的姑娘有失心风 不思个常人 你再将你我之事告知 他如何又不答应呢 楚秀才道 谢谢老伯的美意 但我家境贫寒 如何能娶个病人回家呢 这并不妥 老者听完又笑道 哈哈哈哈 你大可放心 这病世上的郎中本质不好 而今我那坟头有一株青色的药草 你拿回家中 等到他的叶子变黄后 会有虫子停在上面 这时叶子会卷住虫子 你再等三日 摘下后用水煎符 能治那失心风 这并不是虚言 还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楚秀才醒来以后 觉得这梦实在太过真实 便又往那老者坟前打探 果然 见有一株青色小苗 形状怪异 并不曾见过 楚秀才 便将他移植在家中 又过了一段日子 楚秀才打听到莱州知府的姓名 又听说知府千金是个疯子 这都与那梦中老者所说的无异 思索再三 楚秀才还是前去拜访了知府 知府听说后也十分惊讶 慌忙与秀才一同到那坟前一看 果见墓碑上 所记录的与自家的族仆吻合 哭道 我那高祖父是那时有名的神医 因为年代久远 墓葬何处不知踪迹 如今访得实在是他在天有灵啊 说吧 就询问秀才有何要求 将尽力满足 楚秀才就将因缘之事说了 并言道 这是你高祖之意 知府听后叹道 这若真是他老人家之意 如何敢不从 只是小女有疯病 我怎能连累你呢 楚秀才笑道 这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并不嫌弃 只希望你能同意这门婚事 知府见说也十分高兴 便选了个吉日将女子嫁到楚秀才家中 陪嫁了不少的财物 邻居都笑的 说他找了个疯子成亲 楚秀才并不与人争辩 每日将的青苗好好打理 快入囚时 果见叶子变黄 一天 楚秀才刚走到那青苗前 只见有一个全身发着光的虫子 指蚊子大小 停在黄叶上 这时只见那叶子突然卷成一团 虫子被急死在里面 楚秀才见状大喜 又等了三天 方才将虫子给摘下尖水 七七伏后果然痊愈 这样的事情 真是太让人觉得惊奇了